所以先來請教一下這個Vincent 你覺得除了川普自己的H1B 說真的原本是希望吸引美國的高科技人才 沒想到卻把人才往外送 回去哪裡 回去中國 回去印度 甚至中國大陸在2008年也發起一個千人計畫 就是每年要引進一千名的海外優秀的人才 所以這對於美國的科技人才流失會非常快 你怎麼觀察 我覺得最大一個原因就是市場 市場幾乎可以勝過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剛剛大K就是講對了這個東西 我們講說不外乎就是資金一個人才 就是這兩項 那你只要有足夠大的市場 你的優勢在哪裡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高通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中國大陸現在的市場已經到達什麼程度 像高通我們知道 他主要是這個行動電話晶片 高通在大陸的營收已經佔他整體營收超過50% 是 已經來到61%了 對 如果這樣超過 因為他還有 甚至於他還有很大比重 其實比他正常的營收還要賺錢 就是全力金 是 那所以我們來講說 這個市場真的可以引起很多後面的一個效應 好 那我們講說 高通為什麼這麼有本事 就是說他可以收這麼多全力金 然後他為什麼又要靠 其實他有很多動作 其實是比較靠上大陸的 我們知道高通他旗下他有所謂的高通創投 那高通創投他在中國總共投資了45家企業 那我們有一個很有名叫小米 其實這個就是其中很成功的一家 所以其實你看他總共有45家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講市場的魅力 那我們看說他未來一樣會越來越依靠中國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講了說 你進入所謂的貿易戰 我上禮拜才提貿易戰有三件事情 一個匯率 一個關稅 最後階段就是智慧財產權 當然我要講一個前提就是說 美國商務部長為什麼這個時候動作 我覺得是其實這個出手是對的 如果以這個川普的政策 他一定要越早出手越好 就在他這個任內 第一任的任內越早出手越好 為什麼 就是說在你中國還沒有長大以前 就要把他壓下去 否則的話你的制裁權 你沒有辦法控制 那我們講說所謂要吸引人才 你就要創造一個環境 那環境要你國內的很多所謂的 不論是科技廠還是非科技廠 你要有大量的所謂研發投入 對 那這個研發的支出 當然目前為止 我們講目前他還是美國佔優勢 但是後面有很大的變化 那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我們看這個研發的比重 在這個2016年 我們看到這個研發的比重 我們幾個公司來看 蘋果 我這個是照營收 這個大家都很知名的 這個大的科技廠 照營收排名 但是我們看到後面 這個絕對金額 2016他的研發支出 蘋果是100億美金 然後這個三星蠻多的 是140 然後這個Google它是120 那我們看到這個表裡面 總共只有一家是中國公司 那華為 他的這個研發支出 2016年是110億美金 那韓國也是只有一家 叫這個Samsung 所以我們看整個 其實美國還是佔有絕對性的優勢 因為目前為止 所以跟剛才那個專利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為什麼美國這個時候出手 他這個時候不出手不行 因為他有絕對是絕對性的優勢 那我們看 中國他創造什麼環境 我們講說吸引人才 你一定要吸引那個環境 那他不一樣 他其實他現在追得很緊 我們看這個其實是蠻高的一個比重 我們講說在大陸A股裡面 說掛牌A股裡面 那掛牌A股總共裡面 他的研發經費 佔你的營收比重超過10% 總共有多少家 有228家 這是很大一個規模的數字 228家 那當然其中有所謂的電腦行業 最多是佔比數最多 有89家佔了39% 然後其實是所謂的電子 機械設備 總共有25家 跟機械的話是24家 所以我們來看 他這個照這樣來看 有228家 那我們講說台積電 大概如果說硬要排的話 我們大概應該只有 就是台積電比較容易排進去 台積電這個2016的研發 支出大概22億美金 那佔他營收的話 大概7個百分點 所以我們台積電的研發支出 是佔這個營收的7個百分點 那這個有228家公司是超過10% 所以是蠻恐怖的 這是產業別 那我們如果說 有個別公司來看一下的話 就是說在這個 譬如說阿里巴巴好了 他去年的研發 2016年的研發 他是超過台積電 他是25.3億美元 那這個比重來到18% 是很高的 那另外的話 譬如說這個騰訊的話 他的研發投入大概14億 他佔比也11% 也是超過10% 所以我們講說 中國大陸 他是創造這麼樣一個環境 那代表什麼 你有這麼多的研發投入 當然人才的需求就創造出來 所以薪資他也會提高 就會往回流 好那我們接下來我們看 你剛剛講到這薪資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中國大陸現在對於這個 矽谷的半導體人才 他們推出什麼樣的一個條件 他可以一千三年 或者說一年一千 那如果你是十年以上的 半導體的這個經驗以上 年薪呢 可以達到一百萬人民幣 將近五百萬台幣 而且提供你房屋跟住宿 一年呢 可以允許兩次來修長假 那回去美國做一個探親 那另外剛講到 這個貿易上的部分 大家看這表格就好 其實非常的明顯 這個幾個美國大廠 包括Sky Wars 高通 剛剛那個有提到 那博通 美光 他們在大陸的營收 占比都非常非常高 像Sky Wars 85% 在這個營收來自於中國大陸 高通百分之六十一 博通百分之五十五 美光也是百分之五十五 所以川普一直講說 要企業這個美國製造 希望製造業可以回流 我請問你 這些公司到底需要的是 中國還是需要川普 這些公司的救星 基本上不是川普 一定是中國大陸 因為市場在那個地方 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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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藏